梁吟 男 34 岁 吴伟仁 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 工业分析专业 大家好 我是梁吟 我是一个搞发明的 这个时代有无数的科技上的创新和进步 但真正落后的是人们的理念 是如何使用互联网和手机 我的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和新的交互方式 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的现场 做应聘的职位是CEO 我希望跟在座的嘉宾换一个位置 我也会给你们安排一个很好的出路 谢谢 好 太赞了 这是咱们录影到现在为止最酷的登场了 那边 我怎么晃过到了 那是手机吗 我想知道 我怎么突然感觉像来拆台 像来一个创业 没事 你刚刚想说什么 我那先把这个拖了 我那干嘛 多好看啊 哪个拖呀 那你呢 我反对你通关 我觉得 那下我会更好 你要拖了我们如果 如果你的里面有更酷的装备 你可以把这拖了 OK 这发型亮了 我这造型是向一支乐队致敬 这是成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支电子乐队 叫做发电站乐队 那么他们在1981年就推出了一张专辑叫Computer World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那个年代我们对于计算机恐怕听都没听说过 所以他们在音乐上更多的是起到了一个先知的角色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很难驾驭的人 嗯 我有我坚持的东西 但是你今天来应聘的CEO就有点危险 你们想你想把他们给取而代之 你说的是真的吧 应聘CEO吧 有这能力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亮出本事 你是在人人网干过运营是吗 对我在人人网干了三年 比方说我运营 这个顺萌身高插琴侣 这个title就是我起的 然后这两个人就是一张照片起 一直到炒红 基本上是我一个人一手包办的 你一个人在后面运作的 对对对 这个叫做谁还真的在乎摇滚 这是因为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大都市 居然已经没有了真正的摇滚音乐节 这个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懂啊 其实我的含义是 我会直接告诉大家 就是说这么多的摇滚乐 有谁还真的在摇滚 这是个行为艺术吗 算是吧 随便你怎么理解 这个就是我干了互联网之后 发现这个钱多的有点花不完 就是这行大家都知道 就是人傻钱多 然后因为我特别讨厌 这一代年轻人的屌丝文化 表面上它是一种自嘲 但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自卑 而且弄得人都很不自信 年轻人没有年轻人的样子 于是呢 我就办了一个叫做反屌丝大赛 很简单就是说 我拿出钱来 然后按那上证指数的尾号抽 随便随机抽了十个人 每个人发钱 你们随便花 然后呢 发多少钱 发250 人傻钱多 我就是看他们当中谁这个钱花得最有创意 让网友投票 然后从中选出五个人 我再给他500块钱 选出来了吗 选出来了 最好玩的是什么 最好玩的 你上我人人王主页上去看 是完全异于常人的 的确是有一些 有一些现代化的互联网的一些方式 限制了我们的生活 对 包括像朋友圈里面加的不是朋友的朋友越来越多 导致到里面太多的东西 让我们感觉到世界如此虚假 你看到很多人的生活 并不是他完全的生活样子 你会看到很多人一天到晚在 玩也好 猜也好 你会觉得离我们的现实生活相差太远 从最开始的互联网出现的时候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方便我们的生活之后 让真正忙的人变得有效率 让不忙的人变得假忙 贼忙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有些话 确实是合乎了我们当下 对于互联网的一些理解 回归到我们求职的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吗 我不知道啊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说做眼见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 我说中国为什么拍不出好电影 这个大家肯定就知道了 我们这个目前有什么痛点 我们这个目标人群 我们怎么能够产生盈利模式 这是一种什么 听我说关键的 这是一种男性思维方式 好 其实 你懂什么是男性思维方式 你再这么讲下去啊 你就快像你说的屌词了 我觉得这个不属于 我们不是来听故事的 是这样 我刚才其实已经展示了 我的一个发明了 如果你对我的发明 有感受 有启发 我可以听你讲故事 讲了你 我想听一下 我刚才已经展示了一件作品 我把球已经抛给大家了 大家看了这个作品 有什么感受 我提示你一点 你从始至终都在展示 你的作为一个发明家的 一个兴趣 和你已经有的产品 请问这是CEO的角色吗 请认真考虑 这是你的标准 我说一下我的标准 按我的标准 我们所有这些用户 使用的这个手机软件 几乎全都是垃圾 那么所有做这些 手机软件的公司的CEO 通通都不专业 就像我刚才 身上穿的那一堆手机一样 你知道那堆手机 我花多少钱买的吗 我在菜市场买的 你们先选一下吧 别急着问吧 你们问了不问 也都不会灭的 对不对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接下来请你天生为我 问吧 在你心目中一个CEO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素质 一二三点啊 不要制造垃圾产品 我刚才那一堆手机 他们从新的手机开始 就里头预装了一堆 这个这种各种各个厂家的预装软件 这些手机厂家也知道 这款手机不好不好买 于是他就收了一堆 这个软件厂家的好处费 这样这样 然后消费者也不傻 也不会去买这些手机 那么这些手机都是怎样的 你自己回放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手机 它居然从生下来 就是被当成垃圾给制造出来的 他们的生智 他们的生智 没有一个是做手机的 你已经进入抱怨阶段了 你用不用手机 我没有 你用不用手机 我刚才给你们展示的就是 我让这些手机赐予了他们心声 首先啊 首先我的这个发明是 梁杨 你有什么感觉我想听一下 梁杨 你已经从有趣变得没趣 特别没趣 我开始挺喜欢你 你是来求职 不是来看看而谈 只有一个社会抱怨家 我来过一个CEO的事吧 你最多带过多少人团队 我没有带过团队 一个都没有人 对 那你 就你你想象中到哪个企业 当CEO 你认为你能带多少人 我没有想象过这个问题 这样 小梁啊 我觉得你不管从长相到谈吐 都是我喜欢的款 但是我特别担心啊 就是我们特耐心 特虚心的听你说掉我们 对吧 把我们这帮老胖踩在脚下 最后你不知道来我们这干嘛 这不找菜吗 他很清楚自己来是干嘛 对啊 所以真的不要 就是把你们踩在脚下 你这样啊 我刚才说这话的时候 已经有点带情绪的原因是 不要再调侃我们 咱们都在要相互尊重 要不是你一次次的说 你们懂吗 你们知道你们哪 我能这么反问你吗 将心比心对吧 你也讲道理 现在请你继续你的面试 好吗 但我现在真诚的问你 你是在求职的 请问你对哪个企业有期望 哪个行业有期望 想去哪一家位置做了什么准备 你为什么要到那去上班 哪个老总跟我有共鸣 我就去哪一家 那你觉得哪个人跟你有共鸣 就是这么长时间接触 你觉得谁跟你有共鸣 我现在觉得大家都太含蓄了 你一直在自说这话 你从来没有在乎别人跟你在讲什么 我觉得大家 我们都在用心的聆听你在说 不太敢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 我跟你说 你作为一个来应聘这个CEO的人呢 你具备了一个做CEO的肚定和自信 你这点特牛 但是你需要向这些boss们展示 你作为一个CEO 怎么样能够把企业带向盈利 带向这个辉煌的技能 你要把这个东西展示给我们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都是一套麻瓜的思维方式 我们看一看人类的历史上 那些伟大的发明刚出来的时候 第一辆火车刚出来的时候 又来了 我们理清一个思路好吗 梁吟 我承认你有才华 有些想法我也挺喜欢 但你不得不承认的是 你是在求职 你再牛 你还是在求职 咱们是个求职平台好吗 不是大师在演讲 再说下去 我就真的要火了 我要赶紧出去 要求职就站着巴紧求职 你想去哪家 是吧 咱们就按照正常程序来 你有成我有意 对不对 最后就到企业去产生自己的价值 咱别再一直摆这个大师的样子 好吗 但是我觉得沙滨好像对我还有点期待 算是你有期待 那我们就正常的进行 OK 对不对 来 果然老师你有什么话要说 借着头老师说的 那么既然你喜欢哲学 我们就从哲学的角度说 人是社会人 你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 不是真空当中的 你认为你很棒 你很赞 你很牛 那你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 你做CEO也是 什么叫CEO 最牛的CEO是值得让别人跟随的人 那你怎么让在座的 哪怕你觉得哪个老板应该做你的下属 请问你怎么去说服他 让他认为值得追随你 这你是真的牛 如果你用传统的模式去找投资人 就如同一支摇滚乐队的主唱 拿着他的小样 去一家一家的跑流行音乐唱片公司一样 所以我相信 等到将来我做出来的东西 我做成事的方式 也不会是用传统的方式 男人从互联网思维和大时代的角度上 将来可能真的是一个大人才 但是呢 目前的这个时代 在接纳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勇气 另外 他是感性思维够前 所以他做不了声音乐 但是这样的人到创业公司去 他有很大的发挥 然后一个成熟的公司已经不满用了 那个如果再多的谁有魄力 跟我换一换位置 我也会给他安排一个非常好的出路 是的 是的 因为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老总的心理状态都不太健 你刚才一个特别好 你就将心比心 来 我请你坐在这里赶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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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不敢坐 来 来 加油 过去吧 加油 你的出路是什么 对 你告诉我 那个老板 我的出路是什么 我从会员网到外跑出来之后 我就去学跳下班舞去了 然后我的舞蹈老师开了一家小面馆 他提供一项服务 叫做体验服务员 然后去那体验服务员的都是一些CEO和创业公司老总 我干什么 然后那些CEO去当体验服务员 第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吗 上交手机 直接说吧 上交手机 然后这些人你看他们的反应啊 就是特别纠结 啊 就 就 就 你既不是刚刚也不是罗胖 然后你现在直接告诉 我们 家勇 他应该去干什么安排 你讲了太多故事 我们关心他当服务员以后的遭遇 我们只想知道你怎么解决 PVGO的发展 他当完服务员 他们说的一句话是 我终于感到了大脑 得到了一天充分的休息 也就是说这些CEO 他们虽然平时给自己放假 但是他放假的时候脑子也闲不下来 永远在想着创业和公司的那点事 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一个精神 是 我终于明白了 我终于他明白 他求的CEO 就是面馆的体验师 所以你去当面馆的体验一下服务员 也许你会发现你的身心都会变得更加健康 来 别当个时间了 别当个时间了 回位吧 回位了 不要讲了 因为这个 他当了这个加油的CEO以后 加油的工资怎么办 但是员工怎么办 你的业绩随法工资 好了 一个有想法的臭小子跑到这玩了一趟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